我同意您的说法 因为这次制裁事件之后 中国的渔业 特别是远洋渔业 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所以呢 因此有人把习近平称作叫团灭大地 他已经摧毁了教育行业 房地产行业 现在又可以对渔业下手了 平常我们说 有个成语叫杀敌三千 自损八百 但习近平的战略 是杀敌三千 自损三十万 问题在于习近平 或者说习近平政府 他们在意平民的损失吗 当然很明显 不他们不在乎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 在这样的制裁之后 国际社会跨国公司 将如何看待中国 这还是一个适合投资与经营的地方吗 这种不理性的 反科学的制裁行为 会不会引起新一轮的外资撤离风潮 不过我想也可以相信 这种所谓的制裁维持不了太久 最终大概还是要灰溜溜的放松管制 那么我们可以评估 共产党从此次事件中获得了什么 它有所收获吗 还是它让给国际社会和国际政治 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这样的争权值得信任吗 可以合作吗 嗯